第1122章 打赌 淡淡冷笑声在前院响起,也是令得那曹丹脸色变得阴沉许多,每位偏头目光望向前院的一处院门,那里两道身影缓缓地浮现而出。 我说叶家为何会突然间的这么硬气,原来是找了不少的帮手啊。 曹丹望着那徐徐走来的萧炎与小依仙,嘴角微微一动,冷笑道。 萧炎望着面前这看上去颇为年轻的青年,目光在其胸口处的那枚徽章顿了顿,眼中也是夺过些许惊恶。 这曹家果然不愧是炼丹家族,培养出来的后辈果然也是这般的强悍。 如此年轻的七品炼药师,是萧炎这些年首次所见。 当然,对于对方能够有这般成就,萧炎也并未感到极非的意外。 大陆如此之辽阔,炼丹奇才总是会有的。 再加上曹家这种炼丹世家从小培养,成就自然远非寻常炼药师能够相提并论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叫做萧炎吧。 这位便是那位在丹羽闹得沸沸扬扬的恶难独女吧。 曹丹目光在萧炎和小一仙身上转来转,玄机淡淡笑道。 萧炎站在天火尊者的身旁,微微一笑,轻声道。 哼,曹家的派头果然不小。 萧炎先生,此人名叫曹丹,号称曹家百年来难得一语的炼丹奇才,年纪轻轻便是达到了七品炼药师的地步。 在丹羽中,他的名声可是不小。 叶仲在萧炎身后的一声道。 萧炎笑着点了点头,目光望着曹丹,说道。 曹丹少爷,叶家与曹家之间的事情本就是一点小恩怨,何不各自退一步呢? 望着萧炎那张微笑的脸旁,曹丹眼中却是夺过冷意,淡淡地说道。 退后一步,那我曹家如何对外交代? 当初在叶家说了这门亲时候,我曹家便是对外有所宣传。 如今,若是人娶不到,那曹家岂不是脸丢大了吗? 这还能算作是小恩怨? 那曹丹少爷的意思是,今天必须带人走了? 萧炎脚步却是缓缓踏出一步,轻声笑道。 对于萧炎这略微有些凌人的气势,曹丹也是双眼眉眉,以他的恋男天赋这些年中,可是很少被年轻一辈的人这般对待了。 望着面前的萧炎,曹丹不仅未曾有半点后退,反而是前行了一步,与萧炎之间的间隔不过短短地持续距离。 他目光直直地盯着萧炎,说道。 萧炎,我听说过你,也知道你很能打,但你要清楚,我曹家不是冰河谷,只要我曹家放出话来,即便是你,怕也是会感到极为的头痛。 哼,我连魂殿的人都敢杀,难道你以为你曹家会比魂殿更难顿付吗? 萧炎五指缓缓摊开,声音平淡地道。 文言曹丹脸色这才微微一变,曹家凭借着号召力的确能与冰河谷相比,但若是魂殿的话嘛,那他曹家就得失去了那种资格。 毕竟魂殿可是与丹塔相提并论的存在,他曹家只过是依附着丹塔而已,怎么可能去跟魂殿比? 萧炎,我知道你很有胆识,但有时候也得理智一些。 今天或许这些人带不到仙兰,但下次若是再来的话,我相信,光凭你身后的两名斗尊强者便是很难再取得什么作用。 这个能量,我曹家还是具备的。 以曹丹的傲性自然是不可能在萧炎面前辅转,当下也是一声冷笑,沉声道。 你萧炎这么聪明,为了一个业家得罪曹家真的很不值。 而且若是你愿意,我曹家会相当欢迎你这个朋友。 萧炎失笑,摇了摇头,说道。 哼,算了,曹丹少爷,你所说的对我没有什么诱惑力。 今天还请回去吧,新兰是不可能交给你们的。 萧炎,你不要不识实物。 被萧炎这般直白地拒绝,曹丹也是脸色一沉,怒喝道。 萧炎淡淡一笑,双臂抱在胸前,就这般直直地对着曹丹,毫无丝毫地退让。 在萧炎这般注视下,曹丹的脸色也是越来越沉,而其身后的那名灰衣老者,那满是皱纹的额头也是一皱,循迹脚步缓缓踏出一步。 再前行一步,便留在这里,凭你这一行斗尊的实力,还没有资格在此处撒野。 灰衣老者脚步刚刚踏出,眼前便是白影一闪,一道清冷之声传进其耳中。 听得此话,灰衣老者脸色也是微变,目光紧紧地盯着面前的小一仙,眼中夺过一抹忌惮之色。 他能够感觉到,小一仙也是一名斗尊强者,而且几笔,怕都是比他要高上一筹。 小一仙此话一落,犹如打破了前院剑拔弩张的气氛一般,那曹家众人连同这两名红袍老者,结实猛地前踏几步, 磅礴气势犹如惊涛骇浪一般,荡漾在这片天空,极具的压迫性。 见到那两名红袍老者踏出,天火尊者也是一张立鹤,也是前踏一步,出现在硝烟左侧。 浩瀚气势暴涌而出,直接是生生地将对方近百人的气息给压制了下去。 呵呵,怎么,曹丹少爷还想要强来不成,不过光凭你一鸣一星斗尊,似乎还并办不到呀。 硝烟,你不要得意,得罪我曹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这次就算是我们失败了,下次定然还会有更加强悍的阵容前来,到时候你又能如何。 说到此处,曹丹眼中寒芒一闪,目光转向叶仲等人,冷笑道。 到时候,他们一行人大不了一走了之,但这叶家怕就是得逞曹家的泄伙之地了,日后丹玉,叶家便是得除名了。 文言叶仲等人脸色也是不由得已变,但这种时候,叶家还有什么路可走? 失去了硝烟,叶家也将会彻底沦陷。 而若是抛弃硝烟,依旧执行叶家与曹家的联婚,不久之后,叶家也同样会除名。 他可不相信,曹家会真心地帮助叶家重回当年的荣光。 他们之所以这样,还不是想独吞叶家,壮大曹家吗? 叶家以硝烟先生为命适从 眼盲闪烁了片刻,叶仲终于是定下了决心,对着硝烟的背影,恭敬的仪抱拳,沉声道。 见状,曹丹的脸色逐渐的阴沉,声音阴冷的道。 好,好,好你个叶仲,你果然真的是有胆量啊。 对于曹丹的冷嘲热讽,叶仲也是懒得再理会,不管怎么样,叶仲与曹家的梁子,倒的确是结下了。 曹丹少爷,请吧。 萧丹声音平淡的说道,叶仲的选择倒是令得他有些诧异。 这老家伙是将所有筹码都是放在了他的身上啊。 若是这中途萧丹出了什么差错的话,这叶家怕也是将会彻底的完蛋了。 曹丹脸色变混不定,他自然是不想这般空着手被撵回去。 可若是抢抢的话,对方两名窦敦抢者,根本就是不会怕他们。 心中沉吟了半赏,曹丹目光突然在萧丹身上扫了扫,说道, 据说你也是一名炼药师? 是啊,会一些炼药术。 萧丹随口说道,看来这家伙果然是不想就这般放弃。 那可敢与我打个赌,若是我输了的话,这门亲事,我曹家可以不要。 但若是我赢了的话,你便不管此事,如何? 曹丹眼中夺过一抹冷笑,说道。 萧严眉头一挑,似是有些兴趣,笑眯眯地说道。 那不知道曹丹少爷想怎么赌呢? 见到萧严有点兴趣,曹丹心中的冷笑不由得迅速扩大。 若真是要以斗气拼杀的话,他或许不是萧严的对手。 但若是比炼药术的话,他会让得面前的萧严知道,这只会是班门弄斧,自取其辱。 心中夺过讥讽,但曹丹脸庞上的笑容倒是显得有些灿烂。 既然你我都是炼药师,自然是不能像粗人那般的打打杀杀,按照炼药师的规矩来比玩火。 化烟一落,一团漆黑色的火焰突然地自曹丹手掌上升起,旋即在其掌心中急速蠕动,化为两条漆黑色的小蛇,在其指缝间不断地来回穿梭,宛如精灵一般的乖巧。 萧丹先生不要答应他,曹丹在火焰操控上有着一尘高的天赋,即便是曹家之内能够超过他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听得曹丹此话,夜中急忙说道, 闻言,萧丹的眼中多过一抹诧异,没想到这曹丹在这空火上还有着这等天赋。 哼哼,怎么样,若是不敢的话,说出来便可以,我不是强人所难之人。 曹丹目光直直地盯着萧严,冷笑道。 强人所难这四个字从你嘴中说出来,还真是有些显得滑解。 萧严笑着摇了摇头,也不理会曹丹那微臣的脸色。 不要有嘴滑舌的了,到底比不比,不比的话,今天我或许会无功而返,但下一次来的人或许就不会这么好对付了。 曹丹冷声道,看着萧严的脸庞上的笑容,他心中总是有着一些怒火在翻腾。 那既然你喜欢,我就奉陪便是。 萧严笑了笑,那笑容怎么看都是透着一分狡诈。 比玩火,萧严倒还真是未曾与人玩过,但他唯一能够知道的是,他最擅长的也同样是这东西。 欲知后事如何,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123章 玩火 第1123章 玩火 见到萧严居然还真的应下了赌约,即便是曹丹都是忍不住的一整,旋即一抹冷笑,忍不住的在脸膀上扩大开来。 果然是有胆量。 不知道是讥讽还是赞叹地笑了一声,曹丹偏过头,对着那名灰衣老者恭声道 苦供奉,这件事情便交给我来吧。 温严灰衣老者面上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但其心中也是略微松了一口气。 小一仙那清冷的目光,总是令他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恶难独体的名头,他不是没有听说过,但实力达到了斗宗级别的恶难独体,倒真是他这些年第一次见到。 都退开吧。 见到黑衣老人后退,曹丹转身,对着秦身后的众人挥了挥手,那群人也是顿时连忙地退散而开,立刻便是在这前院中流出了一片空地。 消炎先生,你,你真打算与他玩火吗? 叶仲见状迟疑了一下,忍不住地第一声问道。 曹丹玩火的名头实在是不弱,即便是消炎也是欺品炼药师,但若真是丹丹论玩火的话,倒也真的是有些凶险。 消炎微微点了点头,既然能够用最省力的办法经这些家伙打发走,那自然是最好。 唉,既然消炎先生执意,那便随你吧。 见到无法令消炎打消主意,叶仲也只能苦笑地点了点头,旋即提醒道。 曹丹手中的那丹黑色的火焰,是一种极为厉害的售火,据说是曹家花费无数心血,方才从一头巴结的魔兽体内取得的,威力极强。 虽说比不上异火,但寻常的火焰,也是很难与之抗衡。 文言,消炎道士并未感到诧异,在那淡黑色火焰出现时,他便是感受到了这东西威力不弱。 在提醒了一下消炎后,叶仲也是手掌一握,所有人皆是缓缓后退,给两人留下了一个足够宽敞的空间。 随着众人的退后,曹丹脸庞上的笑容也是越发的浓郁,缓缓前行一步,屈指一弹,手掌上的淡黑色火焰顿时暴涌而出,在其头顶处迅速蠕动,旋即居然是凝聚成一头漆黑色的巨鹰,火焰营绕间,森然而诡异。 我这个火名为天烟魔火,取自八街魔兽天烟三头尸体内。 黑色的火焰巨鹰在曹丹头顶盘旋着,发出尖利的英明之声。 而他在戒照时,眼中也是寻者些许得意。 这天烟魔火虽说不能跟异火相比,但威力也是极为的不俗。 当初曹家为了取得这种火焰,可是真正的花了不少的心思。 目光瞥了一眼那黑色巨鹰,萧炎微微点头,这家伙的嚣张不是没有道理。 能够将火焰操控到这种熟练,寻常恋药师的确比不上。 不过可惜,操控火焰也一直都是萧炎的长相。 特别是在修炼了弄眼觉之后,萧炎对火焰的操控更是达到了卢魂春清的地步。 以他如今的控火能力,即便是耀老在此刻见到,也定然会出声相赞。 这曹丹自以为出了他很拿手的赌约,但却是没曾料到,这同样也正是萧炎最为擅长的。 屈指一弹,一缕青色火焰,徐徐的自指尖升起,然后脱离指尖,迎风暴涨,迅速化为一头体型硕大的火狼。 仰天一阵长啸,悠久的狼鸣之声,在整座城市半空徘徊不散。 这青色火焰,自然便是那青莲地心火。 比起玩火的话,萧炎还是操控着青莲地心火更加的熟练。 青色火狼已现身,这片天地的温度都是许许的升高。 而那曹丹的眼瞳也是突然一缩,目光贪婪地望着火狼,说道。 果然是一火,传闻的的确是真的,这小子也是身怀一火。 不过玩火可不光光是看火焰的强横程度,要一火也不见得能赢。 舔了舔嘴唇,曹丹一声冷笑,收支猛地指向硝烟头顶的那火狼, 旋即黑色巨鹰,顿时的一声嘹亮的鹰体,在天空一阵滑响,然后搜的一声划破空间, 神殿般地对着火狼暴斗而去。 面对着火鹰的冲杀,青色火狼却是一阵长笑,背后一阵蠕动,一对火翼便是延伸而出。 微微一阵便是张着猙獰的聚嘴,狠狠地与火狼撞击在一起。 火焰似射间,两者也是狠狠地扑在一起,疯狂地试咬。 浑身火焰,皆是不要命地对着对方体内侵蚀而去。 望着天空上,那两只火狩的疯狂试咬,下方众人皆是有些嘖嘖称奇。 斗气相战,他们看得太多,这种光凭着火焰对抗的较量,倒是相当少电。 天空上,两头火狩在彼此的疯狂试咬间却是异常的灵活,翻腾跳跃下,甚至是连寻常强者都是追之不上。 而众人对此也清楚,这便是两人对火焰的操控能力了。 若是换个操控力差的人,别说凝聚火狩与人对拼了,恐怕光是维持着那兽星就得消耗他们所有的灵魂力量。 天空上,一猝猝的火焰在两头火狩的厮杀下不断地飘飞而出,然后徐徐地消散。 硝烟双手赋于身后,目光注视着天空上的厮杀。 对于火狩的操控,只是在他的心念转动之间而已,这场较量比拼的,也是灵魂力量的强横。 与硝烟的这般洒脱相比,那曹丹的脸色倒是略为显得凝重一些,而且在受火的第一次碰撞间,他便是明白,这一次的确是撞见铁板了。 对方对火狩的操控,乃至是火狩身体的凝实程度,皆是丝毫不比他差。 这样下去,天烟魔火可挡不住他那一伙。 望着天空上那经过厮杀,浑身火焰略微有些暗淡的黑鹰,曹丹眉头微重,片刻后却是一声冷笑,手指一抹那戒,一个红色的玉瓶便是出现在其手中。 瓶盖掀开,一团鲜艳如雪的火焰便是从中算出,然后曹丹咬破中指,一滴鲜血投入其内。 哼,拥有一火又能怎么样,难道还能挡住我这两种火焰不成? 随着鲜血的低劲,那团如雪一般的鲜艳火焰顿时泛起了剧烈波动,然后在曹丹的控制下,化为一头通体血红的裂狗,双眼通红地透着森寒光泽。 四骑一踏半空便冲向了天空上的战圈,与那头黑鹰一起疯狂地对着火狼进行试咬,将其身体表面的青色火焰一口口地撕裂而去。 见到这一幕,院落中顿时响起了一阵阵哗然之声,那曹家一行人更是欢呼出声,而反观叶家这边倒是因为面面兴趣而显得有些安静。 他们并未想到,在操控一种火焰的同时,这曹丹还能继续操控着其他的火焰。 要知道,每操控一种火焰,皆是需要不菲的灵魂之理,操控两种火焰的话,那消耗程度更是庞大,再加上因为要分心而用,因此很少有炼友时具备者同时操控多种火焰的能力。 看来叶仲所说的,这曹丹的控火天赋极为优秀,倒也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消炎也是因为这一幕而眉头微皱,前纪淡淡地说道,两种受惑而已。 话音一落,其心神所操控的火狼也是一阵敏锐的闪避,猙獰的聚嘴,毫不留情地对着黑鹰与狼狗啃去,一时间简直就是鸡飞狗跳,火焰乱飞。 见到消炎的火狩并被迅速溃败,叶仲等人也是松了一口气,不愧是异火,若是换成其他火焰的话,恐怕早就被这两头火狩给自咬撕裂了。 瞧得那由一火形成的火狼这般顽强,曹丹眉头也是一皱,玄机眼中夺过一抹狠色。 首长叶辉,又是两个玉瓶出现在面前,瓶盖一掀开,一挥一紫的两种火焰便是冒藤而起。 这两吨火焰一出现,叶价那一边即便是叶仲,脸色也是苍白了一分。 他没想到,曹丹居然已经达到了能够同时操控四种火焰的地步。 这一点即便是他,都是自认达不到啊。 哼,跟我比玩火? 若非是凭借着一火,你根本就不是我的一和之将。 曹丹一声冷笑,又是两滴鲜血躲进了两团火焰内。 寻即两团火焰也是化为火兽,喷涌而上,然后将青色火狼包围而进。 而在四头火兽的围攻下,即便是火狼是由一火形成,也是有些抵御不住这玩凶悍的攻势。 操控四种火焰,威力的确极强,但这明显也已经是曹丹在极限了。 这从他脸庞上的一抹苍白之色便是能够瞧出。 硝烟,玩火可不光光看的是质量,数量也是很重要的。 以后与人比试,可要牢牢记在心里了。 望着那节节败退的火狼,曹丹脸庞之上的笑容也是越来越浓,目光转向硝烟,忍不住的有些得意的笑道。 硝烟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旋即微笑道。 多谢曹丹少爷提醒了,既然如此,那便以量取胜吧。 化岩一落,硝烟屈指一弹,十个玉瓶浮现而出,然后砰的一声,爆裂而开。 随着十个玉瓶的爆裂,顿时石屯色泽不移的火焰,在一道道目瞪口呆的目光中缓缓升起, 然后一阵蠕动,化为石头面面兴趣的火瘦。 这些火焰皆是瘦火,当初硝烟为了给化身火提供养料,不过后来有了地心珠,这些瘦火便是失去了作用。 没想到现在却是败上了用场。 硝烟目光望着那脸色瞬间呆滞的曹丹,嘴角亲着一抹戏虐。 只会操控四种火焰而已,你也敢出来与人比玩火。 欲知后事如何,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仓琴》第1124章 第1124章 曹家妖女 十团色泽不一的火焰化为猙獰火兽,栩栩的升空,五颜六色的火芒照耀在下方众人的呆滞的脸庞上,显得格外的滑稽。 十种火焰,再加上最先的青莲地青火,那便是足足十一种火焰。 硝烟居然能够以异己之力控制足足十一种火焰。 望着这相当震撼的一幕,远落一片的寂静。 片刻后,风才有着一道倒吸冷气的声音缓缓响起。 操控火焰每多一种,便是对灵魂力量有着相当大的苛刻要求。 以曹丹的能力,上海顶多只能操控四种火焰。 而这便已足以让得,他在曹家内达到难寻对手的地步。 但如今的硝烟确实让得他明白,什么才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十一种火焰,即便是曹丹拼尽所有灵魂力量,怕也是无法完全掌控。 更何况将它们凝聚成兽形,与人拼斗。 熊熊火焰在半空中生腾,弥漫而下的高温,令得曹丹嘴中一片的干涩。 那张本就有些苍白的脸庞,此刻更是浓郁了几分。 硝烟这一手对于他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怎么可能? 嘴中嘀嘀喇喇喇着,曹丹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硝烟的年龄看上去,比他都是要年轻许多,怎么可能控制十一种火焰? 这种地步,即便是家族内,他那个被奉为妖女级别的妹妹,都是做不到啊。 不可能。 男男生落下,曹丹眼睛变得通红了许多,就像是一个赌徒将所有家底都是输光了一般。 一声怒吼,心神一动,天空上的四头火兽便是带起低沉的咆哮声,对着硝烟的那一群五颜六色的火兽抱拥而去。 淡淡地望着那拼死一搏的曹丹,硝烟嘴角也是泛起一抹冷笑,袖袍随意以挥,天空上的十一头火兽也是犹如下山的猛虎般,与曹丹的四头火兽狠狠地碰撞在一起,然后疯狂地四咬着,一簇簇的火焰不断地飘散而下。 面对着硝烟那恐怖的火兽数量,曹丹那四头火兽,也是陷入了寡不敌众的劣势之中,并未坚持多久,身体上的火焰便是逐渐的被撕裂。 然后在怨落中,一道道的目光注视下,一头接着一头地缓缓消散。 当曹丹的最后一头火兽消散时,硝烟的十一头火兽,血还有九头存活。 在最后一头火兽消散时,曹丹的身体也是一阵,旋迹脚步亮呛地退后了两步,喉咙间传出一道闷哼声,那些火兽中有着他的灵魂力量残余,因为火兽的消散,也就是会对其灵魂力量造成一些损伤。 退后的曹丹也是连忙被其身后的两名老者扶住,他眼睛死死的盯着天空上的那九头火兽,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他可未曾料到,他自以为最拿手的赌鱼,居然会在硝烟手中败得这样惨不忍睹。 硝烟看了他一眼,嘴巴违章,那火狼化为玉吕,青色火焰夺下,然后钻进硝烟嘴中。 至于那其他的八头火兽,则是在一瞬间逐渐地化为虚无。 这种并未经过炼化而出的火种的瘦火,仅仅只能够使用一次,一次之后若是没有补充的话,则是将会因为其中的能量消失殆尽而消散。 曹丹少爷,请回吧。 收回青莲地心火,萧炎的脸色比起曹丹来,确实好了太多。 他修炼了弄雁诀,操控火焰更是得心应手,更何况他的灵魂力量之强,可远非这曹丹能够相提并论的。 温炎,曹丹脸色更是难看了许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输给了萧炎,而且还是在他最拿手的玩火之上输给了对方,这无疑是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巴掌。 好,难怪一夜中会将希望放在你身上,果然是有着两把刷子,我倒是小看了你。 曹丹深吸了几口气,经心中生起的羞怒压制而下,音声道。 萧炎淡淡一笑,这曹丹虽说也是七品炼药师,但以萧炎的眼力看来,顶多也就处于七品低级的层次,即便日后在丹会遇见了,也并不算太麻烦。 今天我输了,放心,我说过的话自然会算数,短时间内,我曹家不会再来找麻烦。 画到此处,曹丹阴狠的目光突然转向夜中等人,森冷得道。 不过,你夜家想要重回长老席也是痴人说梦,这种事我曹家也不会乐意见到,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便到了考核之期,我倒是想要看看,你夜家此次能否靠着他挤进前三。 夜中脸色微变,冷声道。 这种事不用你来为我夜家操心。 曹丹冷冷一笑,旋即目光盯着萧炎,说道。 萧炎,你的确很强,但我相信,你知道有一天会为得罪曹家而后悔。 说完了吗?说完的话便请走吧。 萧炎实质腰叉,并未多看曹丹一眼,淡淡在说道。 对于萧炎这副不嫌不淡的态度,曹丹满是怒火。 若非萧炎身后有这两名窦敦强者坐镇的话,恐怕他还真会是忍不住让一旁的苦一尊者出手。 将这讨着厌的家伙给狠狠地教训一顿。 你是炼药师,想必也会来参加丹会。 到时候我曹家自会有人来收拾你。 走! 目光森然地盯着萧炎,片刻后,曹丹落下了一句狠话后,终于是猛地转身,一挥手,带着满肚子的火气,极为不甘地行出院落。 其后,一跟曹家强者面面相去了一眼,皆是一声暗叹,连忙跟上。 见到曹家众人灰溜溜溜地离开,叶家族人也是大松了一口气,继而欢呼出声,望向萧炎的目光中,敬畏越发的浓郁。 萧炎大哥,谢谢你了。 新兰也是在心中松了一口气,眉眸望着萧炎,有些欣喜地道。 萧炎摆了摆手,说道, 既然答应了你,至少在我承诺未完成之前,我会护着叶家。 萧炎先生,你对叶家的大恩,叶家所有族人,莫齿难忘。 日后,若是有任何需要我叶家的地方,请尽管开口,即便有些事情办不了,但我叶家定然也会倾力而为。 叶仲郑重地对着萧炎功声抱拳,异常认真地说道, 啊,叶仲长老可别行这般重力,我可当不起。 萧炎微微扯身,笑了笑,说道, 见状,叶仲也是一笑,旋即目光望着曹丹等人消失的地方,眼中却是略微有些忧虑之色,叹道。 从这曹丹先前的话语中,我想恐怕曹家那个妖女应该是回来了。 文言,萧炎眉头一抬,有些疑惑,见到萧炎那疑惑的模样,叶仲苦笑了一声,说道, 萧炎先生觉得曹丹如何? 人虽不怎么样,但控火倒是的确有着一手,而且能在这般年龄达到了七品炼药师的等级,天赋也的确是堪称奇才二字。 萧炎沉言道,这曹丹虽然傲慢,可本事也的确是不弱。 但这曹丹在曹家那妖女面前却是根本提不起半点的嚣张气焰。 叶仲轻声道,话语中分外的苦涩,若是他叶家能够出这等人物,还仇不强吗? 这种妖女,简直就是那种能够凭借一人之力,便是支撑一个家族的恐怖角色。 哦? 萧炎的眼中也是夺过一抹诧异,这曹家居然还有这等人物。 那妖女本名为曹颖,她的一生几乎是充斥着传奇般的色彩。 当她出生之时,便是展现出了令人震慑的灵魂力量。 她的母亲差点便是被那蔓延的灵魂力量当成镇死。 而在其七岁时,便正式成为一名炼药师。 十五岁时,被丹塔看中,破格成为丹塔的核心弟子。 在丹塔必修五年,二十岁的时候,成为了曹家最年轻的七品炼药师。 而现在,她已经刚好二十二岁。 叶仲轻轻轻的声音盘旋在院落中,令得所有的叶家族人皆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与这草影比起来,他们简直就是混吃等死的货色呀。 当然,不仅是他们,就是连硝烟本人,脸庞上也是浮现了一抹凝重之色。 这钟肘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如果说她有如今的成就,是天赋与努力结合的话,那这草影恐怕就真的是受上天眷顾的小妖女了。 二十岁便是抵达了七品,这两年她应该不会毫无寸进。 我猜测,说不定如今的她,应该至少达到了七品顶峰的层次。 整个院路一片寂静,二十二岁的七品顶峰便咬尸。 这等成就,即便是放眼千年之内的恋丹界,恐怕都是能够名列前十了。 这一次的丹会,这草影定然会参加? 因为按照惯例,想要一步步的成为丹塔的巨头,前提便是必须取过一次丹会的冠军。 这个草影野心不小,所以这次的丹会,她肯定不会放弃的。 夜中目光转向一脸凝重的硝烟,随即继续说道。 而这个女子也将会成为你丹会之上的一大劲敌。 预知后事如何,还请您继续收听《斗魄苍穹》第1125章 压力 萧炎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如果这草影如果真的同夜中所说的那般的话,那还真会是她的一个劲敌。 草影 嘴中自语的喃喃了一声,硝烟漆黑眸中倒是涌现一些火热。 自从修行炼药术以来,她倒是真是未曾遇见过,同辈之中太过强横着。 即便是当年在加玛帝国参加了炼药师大会,唯一给她造成困难的,那也是来自其他帝国的炼药师工会副会长乔装改变而成的。 至于同龄者中,就算是那个柳玲,也并未对萧炎造成什么威胁。 此次,这位草影倒是真的能够算作一个。 从叶仲的所说中,萧炎能够知道,这草影定然也是一个炼丹天赋尽妖之人,比起她萧炎恐怕都是有有胜之。 毕竟那头顶上的一连串的光环,可是萧炎不曾具备的。 果然压力不小啊,不愧是炼丹界最有含金量的大会。 心中轻叹了一声,萧炎越发地感觉到这丹会的厉害。 如今,还只是一个曹家的妖女,便已经令她颇敢棘手。 谁知道在其他地方,是否还有着一个这等变态的存在。 斗气大陆如此辽阔,出几个妖孽般的年轻人,萧炎并不会感到太奇怪。 当年老师能取得这单会的冠军,如今看来果然是真有几把刷子呀,不然的话如何能力压群雄。 萧炎心头突然笑了笑,他记得老师曾经似乎是一届单会的冠军,只不过不知道为何要老没有借助着这个名头进入丹塔。 不然的话,以这般资历,再加上他老人家的实力,说不定真能混成单大的巨头之一。 那样的话,也不用再害怕什么魂殿了。 当然,这种事,如今只能在心头想想,依老师那悠闲的性子,想必也并不喜欢这种身居高位的生活。 哈哈,不过萧炎先生也不用太担心了,那曹颖虽然不弱,但真要比起来,鹿四水手还是未知之数。 只要他未曾达到八品等级,否则的话便没有什么必胜之说。 炼制丹药偶尔也讲究状态与硬去的,失败率这东西谁都会遇见。 见到萧炎陷入沉默,叶仲还以为他在担心,当下联盟笑道。 萧炎微微点头,八品与七品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概念。 这些年中,萧炎所遇见的并且能够炼制出八品丹药的炼药师, 似乎也就要了有着能力。 七品炼药师似乎在来到中州后也是见过一些, 但八品确实未曾真正地遇见过。 这种等级的炼药师,想必连一些斗尊级别的强者都是得客气对待, 就如同当年药老在中州所拥有的地位一般。 八品炼药师之所以会这般稀少, 也同样表明了进入这个等级的困难程度。 七品炼药师或许能够在中州混得风生水起, 但真正地想要获得连斗尊强者都是甘愿来为你做打手的地步, 那就至少需要达到八品等级。 心中略微收敛心态,萧炎也是一笑, 说道,放心,对于这单会我同样是志在彼得, 不管对手如何强悍,我也得全力以赴。 文言叶仲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萧炎先生, 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五大家族的考核就该开始了, 而我们也得提前一些时间到达圣丹城, 所以恐怕再过得二十天左右, 我们便是得开始动身了。 这般急促的安排令得萧炎眉头微皱, 旋即也只能一点头, 如今时间紧迫, 已经容不得有过多的浪费了, 不过还好, 他的炼丹训练也是渐入佳境, 虽说依旧还未完成炼制出七品高级的丹药, 但低级与中级的层次的丹药的成功率倒是提升了不少。 按照这种速度, 想必萧炎也迟早能够将七品高级的丹药成功地炼制而出。 若是要动身了, 告诉我一声便可, 我休息一天, 还会闭关苦休一等时间。 听得萧炎还要进行那自虐般的苦休, 即便是业重也是忍不住的抹了把冷汗。 炼丹本来就是一种极为劳费心神的事情, 按照常理, 即便是一名欺骗炼药师, 也不可能一整天持续的炼丹, 毕竟那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按照常理, 本来也的确是热斑, 不过萧炎不仅天生灵魂强悍, 而且还有着异火相助, 炼丹时能够省去不少的力气, 因此别的欺骗炼药师, 如果一天顶多只能炼制三次丹药的话, 那么他便是能够炼制六次, 十次, 甚至更多。 也就是说, 在他进入这般苦休中的一天时间, 便是足以当别人好几天的修炼成果。 当然, 这般疯狂的苦休也是极为辛苦的活儿, 但这些年中啊, 消炎吃的苦也不少了。 他别的没有, 那性格倒是在这些年的磨脸间变得越发的坚韧。 消炎能有今天的成就, 绝非靠的是一蹴而就。 在磨了一把冷汗后, 叶仲心中也是有些佩服, 沉声道, 消炎先生尽管安心修炼便可, 若是药材不够的话便通知老夫, 即便是耗尽我叶家所有收藏, 也定然会支撑消炎先生完成修炼。 消炎微微点头, 再次与叶仲交谈了一番与丹会有关的事以后, 方才与小一仙等人行回各自房间。 在将曹家的这些麻烦解决之后的第二天, 消炎便是再度进入了炼丹室, 然后宣布闭关苦休。 再随即又是源源不断地珍惜药材, 从叶家仓库之内攀出, 尽数地堆放进入炼丹室之内。 而因为消炎的出面, 叶家也是暂时地少了那来自曹家的阻扰, 再加上这段时间小一仙天火尊者偶尔的露面, 也是令得一些窥探叶家的势力大为收敛。 两营斗尊强者这等阵容, 可不是寻常势力能够抗衡的, 没有了那来自外界的麻烦, 叶家也是变得安宁了许多, 而时间也是在这般安宁中, 如纸尖沙一般的悄然流逝。 或许是由于丹会的临近, 整个丹宇都是逐渐地变得异常热闹了起来, 几乎丹宇的每一处地方, 人流量都是比以往更加庞大, 而且一些细心者能够发现, 无数口音与此地略有不同的炼药师, 也是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现在丹宇之内, 显然这些人都是为了丹会而来。 丹会不仅是炼药师的一大盛会, 而且也是中州的盛事, 每当丹会开始时, 丹羽都将会成为整个中州乃至大陆的焦点所在, 无数人或者势力, 都是将会如秀着肉香一般的恶狼一般, 蜂拥而至。 炼药师, 整个斗器大陆上最为尊贵的职业, 对于炼药师的能力以及能量, 其他人没有不为之羡慕的, 可能比起战斗里, 一些炼药师或许并不强, 但他却是能够拿出一枚小小的丹药, 让得其他的强者为他出手, 取人性命。 因此, 大陆上的人都知道, 炼药师特别是一些高级炼药师, 还是尽量不要去找惹, 因为这些人就如同一个马蜂窝一般, 一口便是会惹来无数的麻烦。 一名高级的炼药师, 也是一些势力最为垂涎的, 为了能够将他们拉入麾下, 很多势力都是将会开出那种诱人的条件, 甚至不乏一些为了争夺一名高级炼药师而大打出手, 杀得血流成河的事情。 炼药师的尊贵也是令得丹药, 显得格外的具有分量起来。 谁都知道, 这种大会汇聚起来来自整个大陆的优秀炼药师, 能够在这里脱颖而出, 必然能力极强。 而只要将这些炼药师招入麾下, 对于一个势力来说, 无疑是会立刻令得其实力出现猛然的膨胀。 这些种种也皆是造成丹玉人流突然暴涨的因素,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辽阔无尽的丹玉, 恐怕还会被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人所充斥着。 而在丹玉人流突然暴涨时, 那距离五大家族考核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 叶家身处, 一处炼丹室之外, 所有的叶家族人皆是恭敬地站于此处, 在领头处则正是叶仲、 新兰以及几名叶家长老。 今天是距离启程前往盛丹城的最后一天, 而也正是萧炎闭关而出的时候。 这二十多天以来, 萧炎从未踏出过炼丹室半部, 炼丹室之内的那种炙热环境, 即便是一些进去送药材的叶家族人, 也是不敢过多停留。 往往是轻手轻巧地将药材放下后, 便是赶忙地悄无声息退出去。 在这二十多天时间中, 叶家后院的上空上经常会有着乌云汇聚, 甚至有着好几次都是雷霆在其中凝聚, 但就在其即将降落而下时, 却又是突然地消散而去。 这种天性变化自然也是引起了叶仲等人的注意, 当下心中皆是有些震惊。 他们清楚地感觉到, 在有好几次丹雷即将落下时, 那封闭的炼丹室之内, 传出了极为澎湃的能量波动。 这种层次的能量波动, 与一些七品高级丹药成型时所出现的状况, 极为地相像。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为何每到关键时刻, 那澎湃能量波动便是会突兀消失, 但却是明白, 这应该是硝烟故意所为。 不过, 不管硝烟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却是隐隐地明白了一点, 这段时间的闭关苦修, 似乎令得硝烟的炼丹技术帮助颇大。 在夜中等人心中暗自转动间, 那紧闭的石门却是缓缓开启, 一股炙热的高温顿时从中弥漫而出。 随着高温的弥漫, 一道萧瘦的身影也是缓步行出, 片刻后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内。 萧瘦身影衣衫有些凌乱, 一头黑发披散在脑后, 脸膀上居然也是有着一点稀疏的壶茶, 整个模样看上去颇为的狼狈, 然而那对漆黑的双眸却是异常的明亮。 望着这从炼丹室内走出的硝烟, 不知为何, 夜中等人隐隐感觉到, 他与以前似乎略微有些不同起来。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126章 第1126章 灵魂境界 这种变化并不明显, 但夜中等人总是有种奇异的感觉, 似乎面前的萧炎比起闭关之前, 变得更加的耀眼了一般。 一旁的小一仙与天火尊者, 也是因为这一幕而略微正了正, 前者倒还好, 后者却是一脸的若有所思。 萧炎行出炼丹室, 望着门口的这么多人, 也是有些感到惊恶, 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叶仲长老, 用不着这般隆重吧。 闻炎叶仲也是连忙地清醒过来, 笑了笑, 这才挥手将一些族人潜在而开, 凑上前来, 笑道, 哈哈, 萧炎先生, 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前往丹城了, 你可准备好了吗? 萧炎点了点头, 没想到闭关中时间过得这般快, 一眨眼便是将近一个月时间过去了。 萧炎先生, 你应该没什么事吧? 叶仲看了萧炎一眼, 这般近距离地与萧炎接近着, 他似乎总是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压抑, 这种压抑仿佛来源于灵魂深处般, 令得人难以抗拒。 对于叶仲的问题, 萧炎倒是显得一脸的疑惑, 皱眉道, 我能有什么事? 看他这模样, 似乎并不清楚出现在自己身上的一些隐晦的变化。 见到萧炎也是这般茫然, 叶仲也是有些恶然, 难道是错觉不成? 哈哈, 不是你的错觉, 是这家伙的灵魂力量, 似乎在这闭关的时间中有所提升。 天火尊者目光, 终于是从萧炎身上转移而去, 笑着道, 灵魂力量? 闻言, 萧炎倒是一愣, 旋即摸索着下巴, 沉吟道, 说起这个呀, 我倒是的确突然觉得在炼丹之时, 总比以前更加轻松许多, 而且对于火焰的操控程度, 比起以前也是越发的精妙。 不过, 这灵魂力量不是只有在提升级别之时, 方才会伴随着变强一些吗? 我的实力现在还是在四星斗踪啊。 只是比起当初刚进入之时, 显得更加稳固一些而已。 天火尊者有些奇怪地看了萧炎一眼, 片刻后, 风才挑眉道, 看来你那老师并未将与灵魂力量有关的事情告诉你。 不过, 也正常, 对于灵魂这种旋之又旋的东西, 寻常人只能顺之而变, 连将之掌控都是不可能。 即便是你以前也只能懂得驱使灵魂力量而已, 对于他也并非是极其的了解。 听得天火尊者这话, 硝烟与叶众皆是陷入沉隐。 前者是彻底的茫然了, 后者倒是微微皱眉。 这番论调, 他似乎在家族的一些古籍之上见过。 灵魂力量并没有等级之差, 但却同样有着境界之分。 当然, 这种说法, 现在已经基本很少能够听见, 因为这种灵魂境界即便是一些强者, 一辈子都接触不到。 知道为何很多炼药师, 一辈子都是停留在七品层次吗? 正是因为这灵魂境界的缘故。 听火尊者笑着说着, 灵魂境界? 硝烟眉头紧皱, 对于这东西, 他倒是未曾听说过。 不过灵魂乃是生灵之根本, 没有灵魂便是没有一切, 灵魂不灭便是有着一线生机。 对于这种玄傲之物, 任何人都是保持着一定的敬畏。 可硝烟只知道自己的灵魂力量不弱, 但对他却是了解的很少。 而且药老当年被抓时, 硝烟不过才达到五品炼药师层次, 也根本没资格去接触什么灵魂境界。 而也正是因为这般方才令得这些年之中, 他少有药老的教导, 一些与顶级炼药师有关的消息, 他皆是完全不知道。 而这所谓的灵魂境界, 也算是其中之一吧。 我所说的这些呀, 除了现在一些达到八品的炼药宗石之道之外, 恐怕就只有一些古籍上记载了。 天火尊者缓缓说道, 若非他并非是这个时代的人, 恐怕也并不能给予硝烟这方面的解答。 灵魂境界分四层, 凡境、灵境、天境、地境。 绝大多数的人, 甚至八品以上的炼药师, 灵魂境界大多都停留在反境, 只不过灵魂力量各有强弱而已, 而你以前也是停步在这个层次, 但比寻常人强了太多。 一些七品炼药师, 若是机缘巧合, 便或许能够奄奄接触到灵境, 而若是灵魂力量达到了这个层次, 便是会具备一种效果, 那便是负灵, 赋予丹药灵性之意。 你应该知道, 八品丹药大多都是具备非凡灵性,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灵性, 方才能够令得它们达到八品之阶。 寻常炼药师, 不管炼药术再如何粗色, 若是不能赋予丹药灵性, 那么这丹药则是永远达不到 八品等级。 天井, 你应该也知道, 若是九品丹药的话, 灵质与寻常人类无异, 这几乎便是相当于一种创造, 创造了一个生灵, 这个生灵不仅需要赋予它灵性, 还要天地之力, 但需要做到这一点, 则是需要达到这通天的天井。 这个层次, 想必如今大陆上, 应该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至于地境嘛, 这存在于传说中, 连我都只是听说过, 但丹药品阶之尊, 你应该知道, 地品, 我唯一能够告诉你的, 便是这个境界与地品丹药有所关联, 而地品丹药则是与传说中的斗地有关, 但这个境界, 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未曾达到过了。 话到最后, 天火尊者声音之中有着些许遗憾, 然而萧妍等人, 已是无法地再感觉到他话语中的遗憾。 几个人皆是被天火尊者所说的这番话, 震得进入了悬云状态。 这些所谓的灵魂境界, 除了夜中隐约之间有着一点回忆外, 即便是小一心都是有些茫然。 他才进入斗尊没多久, 论见识, 根本无法与天火尊者这等老妖怪相比。 半晌之后, 夜中终于是回过神来, 游戏懊恼地说道, 这个我似乎也在一些古迹之中见过这些论调, 不过却没有天火老先生知道的那么详细。 当初我见到这些书籍之时, 以为只是谬论而已, 便是为多加理睬。 我夜家先祖也是有一名八匹恋友师, 但却是没有留下与这灵魂境界有半点关系的消息。 天火尊者看了萧炎一眼, 说道, 灵魂本就是玄之又玄的存在, 一些恋恼师即便机缘下侥幸突破, 怕也是一头雾水。 以前的你也并没有资格接触这种, 我原本以为你的老师应该与你说过这些, 不过看你这模样, 显然使我想多了。 萧炎苦笑了一声, 说道, 当初老师落在魂殿手中时, 我才是无品恋友师, 怎么可能接触这等消息? 哼, 以你现在的灵魂境界, 应该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接触到了灵境, 至于何时能够彻底进入吗? 便是看你浮原如何吧。 灵魂这东西, 据传远古倒是有着特殊的修炼之法, 称为魂迹。 不过现在明显已经失传了, 因为连我都是未曾见过那所谓的魂迹。 天火尊者笑着道, 灵魂还能修炼吗? 文言消炎顿时惊声道, 满脸的不可思议, 在如今的斗气大陆, 灵魂只能伴随着实力的提升而提升, 或者服用一些特殊的天才地宝, 至于独自修炼便是能够提升, 可是从未听说过。 我都说了, 那是远古。 天火尊者翻了翻白眼, 说道, 见状消炎苦笑着摇了摇头, 修炼灵魂这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一些, 至于那所谓的灵境, 他也没有太大的感觉。 这段时间的闭关疯狂修炼间, 他的脑袋几乎一直都是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 导致于后来几次有机会将七品高级丹药炼制而出, 但也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的话, 他也是略微觉得有些不对劲。 在炼制这些七品高级丹药时, 他分明感觉到比以前似乎要显得更加顺手一些。 看来日后要找个机会好好研究一下, 想要踏入八品之街这所谓的灵境, 倒是必须参悟。 硝烟心头陷入沉隐, 天火尊者的这番话, 无疑是给他打开了以闪心的天地。 道德现在他方才明白, 原来灵魂还关系到炼药师七品之后的晋级。 难怪七品炼药师不少, 但八品炼药师却是如此罕见, 恐怕一些七品炼药师都是不知道这所谓的灵魂境界吧。 不过若是能够弄到一种修炼灵魂的魂迹, 那便是最好不过了, 有了这东西, 应该是能够更加顺利地晋升灵魂境界, 但可惜已经失传了。 想到此处, 硝烟也是满心的遗憾, 这种魂迹的遗失, 或许方才导致如今的炼药师, 很难踏入八品之阶的主要缘故吧。 不知道这丹塔是否有着魂迹, 能够成为无数炼药师心中的圣地, 想必总不能是寻常之际吧。 唉, 希望此行前往圣丹城, 能够有着一些关于魂迹的消息, 这种莫名其妙的触摸, 谁知道会什么时候再次出现。 叹息了一声, 硝烟倒是打定了主意, 此行去圣丹城, 这所谓的魂迹, 也是重中之重啊。 是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豆婆苍穹》第1127章 第1127章 赶往圣丹城 第二天叶家大门, 叶家所有族人皆是站于此地, 目光灼热地望着那前方的硝烟等人。 叶家能否再次入住丹塔长老席, 便是得看硝烟在这次五家家族的考核之中排名如何了。 若是硝烟能够成功地令得叶家再次在考核之中进入前三, 那叶家方才能够真正地扬眉吐气。 而有了丹塔的保护, 他们也是能够安心发展。 虽说定然是不会短时间内超越曹家等家族, 但至少是有了自保之力。 说不定日后叶家也会出一位, 能够向曹家草影那般妖女相比的天才后辈。 那叶家方才能够逐渐地再度崛起, 并且恢复以前的荣光。 老二、老三, 此次我会随萧炎先生等人一起前往圣丹城, 所以叶家便交给你们了。 叶仲对着那叶家众人之手的两名老者沉声道, 嗯,老大只管安心地在圣丹城打点便是, 虽说我叶家逐渐没落, 但毕竟在圣丹城之内还是有着一些关系。 一名叶家长老恭敬地说道, 其身旁的几名叶家长老也是点头附和着。 叶仲叹息着点了点头, 以如今叶家这般不断地没落的名头, 以往的一些关系也是断了许多。 不过所幸并非所有人都是如同曹家这般不讲情谊, 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关系, 在考核两次都是未曾通过后, 他叶家还是勉强地保持这个名头以及一些一线生机。 一旁的萧炎看来看天色,轻声道, 时间差不多了, 叶仲长老,走吧。 经过一夜的歇整, 原本昨天萧炎所带来的那种炫眼的感觉, 也是如愿地收敛而去, 但他自己确实隐隐明白, 似乎如今的灵魂力量比起以往是有了一些不同。 如果偏要说个所以然来的话, 那便是如今的灵魂力量比起以前, 更加地富有了灵气。 灵魂四大境界, 似乎只有对于炼药师具备着作用, 而斗气修炼在萧炎感觉中倒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毕竟, 灵魂与斗气的修炼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或许在远古这是两种修炼之徒, 但对于现在的斗气大陆来说, 斗气修炼方才是正途, 灵魂这东西恐怕不仅消炼, 即便是一些斗尊强者, 都是不明白怎么能够通过修炼来将之强化。 听得消炼声音, 叶仲也是笑着连了脸头, 然后已不过多停留, 转身便是快步对着叶城略微偏北的一处广场行去。 在叶城之内, 也是有着一处空间虫洞, 不过规模并不大, 而且并不能直接到达圣丹城, 而是必须在中途转好几次, 方才能够在最后抵达目的地。 此行随行的除了消炼小于仙, 天火尊者三人之外, 叶家方面便只有新兰与叶仲跟随, 毕竟这种事情人多去了也是没什么用, 还不如留在叶城守着基地好一些。 几个人跟随着叶仲在叶城之中略微穿梭, 十来分钟后便是出现在了这座北广场上。 虽说如今叶家没落, 但老虎虽受鱼为犹在, 至少在这叶城内, 并没有太大的势力能够挑衅叶家的地位。 因此, 这一处颇引人眼馋的空间虫洞, 也属于叶家掌控。 显然要通过空间虫洞的事情, 叶仲早就纷纷了下去, 因此在消炎等人进入广场时, 这里正好是处于空空气。 消炎一行人登上石台, 那缓缓旋转的空间虫洞便是出现在了众人视线之内。 这叶城的空间虫洞看上去也是有着几分大气的味道。 不过从空间之内徐徐散发而出的一些凌乱空间波动来看, 这空间虫洞已经是多年未曾经过维护了。 唉,当年我叶家辉煌的时候, 可是有着两名斗尊强者自愿维护冲动, 但随着没落, 我叶家也是再也请不动这种级别的强者, 倒是让几位见笑了。 望着这空间虫洞, 叶仲苦笑了一声, 说道。 萧妍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没事, 此行回来, 让小一贤与天火尊者出手, 帮你维护一下。 那就多谢三位了, 我们这就动身吧。 叶仲有些感激地点了点头, 然后从那街中, 取出一个看上去有些复杂的黑色小船, 手掌摸索了一下, 然后脚步轻踏, 静止走进那缓缓旋转的漆黑虫洞之内, 其后, 硝烟等人也是紧碎而上。 寂静无声的空间通道之内, 硝烟等人闪现而出, 叶仲手一抛, 那只黑色小船便是迎风暴涨, 化为一条庞大的巨船, 这空间船倒是在硝烟进入中周以来, 见过得最为豪华的一条了。 看来这叶仲还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 几人身形夺上巨船, 叶仲轻车熟漉地在船头一处摸了摸, 一圈能量光照便是延伸开来, 将船体包围而进, 旋即船身一震便是突然加速, 搜的一声, 对着那看不见尽头的空间虫洞飞躲而去。 叶仲并没有直接到达圣丹城的空间通道, 因此只能先前往一座, 名为清灵城的城市, 从那里的空间虫洞, 方才能够抵达圣丹城。 叶仲转过身, 对着船身上的硝烟等人笑道。 从这里到达清灵城需要三天时间, 而从清灵城到达圣丹城需要四天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们怕是要在七八天之后才会到达圣丹城。 这期间即位便是在空间船之内休息吧, 里面有单独的房间, 至于操控空间船的事情交给我与新兰便好。 对于叶仲的建议, 硝烟等人也并未说什么, 在聊了一番后, 各自进入了船舱, 寻找了房间。 空间通道之中的赶路, 枯燥而寂静, 不过这对于单独修炼惯了的硝烟等人, 倒是并未造成什么困扰。 几天的赶路中, 硝烟一直都是缩在房间之内, 研究者那所谓的灵魂力量。 经过当天天火尊者所说的那些, 硝烟对于灵魂力量也是远发的好奇了起来。 也并非取得什么太大的成果, 类似前几天炼丹时所进入的那种奇妙状态, 硝烟也是再难以感应。 不过唯一的好事便是硝烟觉察到如今他炼制的丹药, 似乎比起以前炼制的一些相同的丹药, 品质要显得更加的优良许多。 他知道, 这应该也是与他的灵魂有所关系。 当天偶然进入的那状态, 虽说并未让得硝烟的灵魂完全地进入灵境, 但至少也是使得他的灵魂, 比起寻常的繁静灵魂, 要显得更加灵气十足一些。 因此, 如今他炼制出的一些丹药, 品质比起以往, 也是要显得更加优良一些。 几天的空间通道赶路, 在硝烟沉寂灵魂之中迅速而过, 直到即将出空间通道时, 他方才从这种状态之中回过山来, 一行人安稳地抵达了清灵城, 在略作休整后, 又是马不停迪地赶往了清灵城的空间通道, 直奔圣丹城。 在途经清灵城时, 硝烟终于是见识到了那丹荟的恐怖吸引力, 满大街上的人啊, 各种颜色的炼药师人影, 几乎是晃花了他的眼睛。 如此数量的炼药师, 可当真是他这些年之中首次所见。 即便是当年加玛帝国举办的那炼药师大会, 无论数量还是适量, 都是远远无法与这清灵城的炼药师相比。 而且这还只是丹玉的一座城市而已, 真不知道若是当所有炼药师都是汇聚到了那圣丹城市, 那人流量又会是一个令人何等震撼的数字。 一想到那种万火生腾, 万顶落地, 万丹出世的浩大场面, 硝烟心头便是猛的变得火烫, 甚至连血液都是在此刻沸腾了起来。 人活一世, 这等场面若是不见识一番的话, 那还真是有些遗憾呢。 丹会炼药界最盛大的大会, 无数炼药师毕生修炼的最终目标, 便是成为能够在丹会之上脱颖而出, 而为了这一点, 他们付出了无数的努力以换水。 参与了丹会, 便是获得了与大陆群雄义争高低的资格, 这是一种对实力的认可。 万顶同己, 谁能为尊? 带着那种血液的沸腾, 硝烟一星人终于是伴随着那漫长的人流, 钻进了漆黑的空间虫洞之中。 空间虫洞之内一如既往的枯燥, 不过此次却并不再安静, 一条宽敞的空间通道之上, 无数空间船闪躲而过, 一道道喧哗之声充斥着这条空间通道。 而在这等喧哗赶路中, 那传说中道圣丹城也是越来越近。 在赶路持续了四天时间之后, 空间虫洞的遥远处, 一圈银芒若隐若现, 散发着惊人的空间波动。 在临近那出口的银色光圈时, 那从无数空间船内传出的喧哗声, 却突然的诡异尽数安静。 一道道身着炼药师袍服的人影, 从空间船之内走出, 目光狂热地望着那银色光圈。 圣丹城所有炼药师心中的圣地, 硝烟双手赋于身后, 目光也是凝视着远处的银色光圈, 流淌在体内的血液, 也是在此刻再度悄然沸腾。 圣丹城, 丹塔, 我硝烟来了。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128章。 第1128章 丹家 一条条空间船, 犹如流星划过黑暗天际般的闪躲而过, 然后如鱼入大海一般蜂拥般的 躲进那巨大的银色光圈之内。 硝烟等人所在的那条黑色空间船, 也是随着大溜, 顶着那无数剧烈的空间波动, 躲进光圈, 消失不见。 在闯进那银色光圈时, 那剧烈的空间波动, 令得整条空间船都是剧烈的颠簸了起来。 不过这种颠簸只是持续了不到十秒钟时间, 便是栩栩交散。 而那充斥着硝烟等人视线的银色光芒, 也是越发的微弱。 半晌后, 银色光芒猛的爆发而起, 刺眼的强光令得硝烟等人习惯性的, 便是将双眼微眯了起来。 在硝烟等人闭目间, 突然有着柔顺的清风迎风而来, 温柔的触感令得一行人那因为感度而紧绷的心, 逐渐地放松而下。 然而, 就在他们心情逐渐放松间, 一阵极为刺耳, 犹如噪音一般的嘈杂之声, 却是不天盖地地钻进了耳中, 令得猝不及防的硝烟等人, 瞬间头晕眼花。 眼眸栩栩睁开, 出现在硝烟视线之内的, 是一片完全由赤红岩石, 铸就而成的庞大广场。 这片广场, 目光看不见尽头, 唯一能够看见的, 便是那满眼, 出视线尽头的一抹红线。 看着模样, 想必至少也是有着上千米的辽阔。 硝烟等人站于其中, 就如同是一只细小的蚂蚁般, 丝毫不惹人注意。 此刻, 这片赤红广场上, 几乎是挤满了人山人海, 铺天盖地的轩滑, 轩滑之声从其中传出, 最后汇聚在一起, 冲上云霄, 连天际上的云层都是在这片天际, 变得淡化了许多。 这里便是圣丹城了吗? 望着这庞大的望不见尽头的广场, 硝烟也是忍不住地清晰了一口气, 现在他后方的那一片空间, 正在不断地泛起剧烈的波动, 一条条空间船不断地从中夺出, 然后迅速变得渺小, 而其中的人影却是犹如下稻子般, 不断地从天空上降落而下, 显然这里是一处空间虫洞的降落出口点, 这里只是圣丹城外域的一处空间点而已, 这种空间广场在外域有着八个。 一旁的叶仲看了一眼四周, 眼神颇有些复杂, 自从叶家没落之后, 他们便是很少再来这里了, 即便是每一次的五大家族考核, 也是灰溜溜地来, 然后在丢尽脸面之后, 又是灰溜溜地离去。 文言消炎嘴唇立马地便是抖了抖, 光是这么一个广场, 恐怕就已经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夜长大小, 但这圣丹城居然配备了八个。 哈哈,不要吃惊, 圣丹城分为外域与内域, 如今我们所在的位置便是外域, 至于丹塔嘛, 则是在内域。 当然,不管外域或者是内域, 都是丹塔的地盘。 叶仲见到硝炎那副模样, 不由地笑道, 这圣丹城虽然号称为城, 但却远非寻常城市可比, 若是光论面积的话, 几十个夜城都是赶不上它。 硝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这哪里是城市啊, 简直就是另外一片辽阔的地狱了。 按照硝炎的猜测, 这所谓的圣丹城, 恐怕不比黑角玉小多少, 这等面积即便是一些斗宗强者, 想要将之从北方飞到南方的话, 恐怕都是要相近半天时间。 现在的人流量还不是最顶峰, 等到丹会将近开始前的一个月, 那才是最为恐怖的。 呵呵, 别看圣丹城这么大, 到时候依然会挤得满满的。 你可不要小看了丹会的吸引力。 叶仲笑道, 硝炎苦笑着摇了摇头, 到了这圣丹城, 他方才是知道什么叫做乡巴佬。 如此庞大的城市, 今天他也算见识到了。 我们现在去哪里? 收整了一下心情, 硝炎与小一仙等人的目光, 都是望向了野众。 圣丹城, 硝炎等人皆是第一次来到, 对这里他们半点都不熟悉, 一切都是得靠着野众这匹老马。 再有几天时间, 五大家族的考核便该到了, 今天赶了一天的路, 先找个地方休息。 明天我带你去丹塔的一处测试点, 你需要考取一枚丹塔的认证的炼药师等级徽章。 叶仲略为沉隐, 说道, 文言硝炎一正, 问道, 炼药师徽章还需要这东西? 炼药师等级徽章这东西, 硝炎只弄过一次, 便是当年在加玛帝国历练时, 弄到的一个三匹炼药师徽章, 在那之后, 便是再没有去弄过。 丹塔的认证可不比其他地方, 这里是出了名字严格, 也正因为如此, 他的等级徽章方才能够在大陆通用, 放到任何地方都是拥有着绝对的震慑力, 而想要参加丹会, 等级徽章是必须必备的, 不然不允许你参加。 叶仲笑道, 硝炎微微点头, 对此他也没有太多的抗拒, 不过这么多年未曾参加过这种等级的测试, 他倒的确是有些好奇。 见到硝炎没有疑意, 叶仲也十一笑, 辨认了一下方向, 刚愈先带着几人找一个歇脚的地方, 其背后远处的天空上, 却是突然泛起了一阵剧烈的空间波动。 旋即一辆有几头通体呈璀璨颜色的飞马, 托付着白色的车臼, 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突然出现的雪白车臼, 立马便是吸引了周围无数道目光的注视, 旋即一道道惊华之声响彻而起。 居然是虚空天马兽, 这究竟是何人, 排场居然这么大? 虚空天马兽, 听得下方响起的惊呼声, 硝炎眉头也是一条, 目楼惊讶地望着那雪白车臼。 他听过这种魔兽, 虽然只是六阶层次, 但却是极为的罕见, 他们拥有着在虚无空间飞行的能力, 而且速度比起空间纯不仅舒适, 而且速度也是要快上许多。 很多人都是想拥有一头虚空天马兽, 但由于它的罕见, 导致在一些拍卖会上, 始终都是处于有价无市的局面。 然而今天这神秘的雪白车臼, 居然能够用几头虚空天马兽来托服这车臼, 这般手笔可真是大呀。 一旁的叶仲母公也是顿在了那雪白车臼上, 片刻后眉头却是一皱。 叶仲长老知道这车臼的主人是谁吗? 见状消炎不由地好奇地问道, 看见那车臼上的单行徽章了吗? 这是单家的特殊徽章。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车臼内所乘坐的, 应该便是单家此行参加考核或者单会的人。 叶仲点了点头, 说道, 文言消炎目光顺着望去, 果然是见到在那车臼之上, 有着一道金黄色的圆形徽章, 看上去就如同是一枚丹药般。 丹家? 嘴中念叨了一声, 消炎缓缓点了点头。 丹玉五大家族, 丹曹白秋叶, 如今的状况是丹家始终最为低调, 但实力却是无人能够质疑。 曹家声势最壮, 白家也算是丹玉的豪门, 说话分量也不轻, 秋家也略差, 但比起叶家又是好上无数。 总的说来, 如今的五大家族, 也就是叶家最凄惨, 其他的四大家族, 即便是再不济的秋家, 也是能够稳稳地保持着自己家族在丹他的地位。 既然丹家的人都来了, 那么想必其他三大家族也快到了。 不知道今年的这丹家参加考核的人会是谁? 叶仲沉声道, 丹家有能跟他曹家的草影相比的吗? 消炎摸索着价啊? 问道,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丹家做事向来低调, 但这家族也算是极其的拥有恋有天赋, 当年辉煌之时, 可是在丹塔长老席占据了三席之位。 文言夜仲有些尴尬地说道 不过参加考核的人按照常理 他们都不会派出年轻一辈的最强者 因为这种考核对于他们来说通过并不难 而这也会是我们的机会 毕竟如此取得前三的几率也是能够大不少 萧炎微微点头 他知道这考核对夜价有多重要 若是他不汪芒的话 光凭夜价年轻一辈的实力 别说抢前三了 光是及格都是困难 在萧炎等人谈话间 天空上那雪白的车臼 则驱使着几匹虚空天马兽 在一阵清脆的滴答之声下 消失在远处天际之边 走吧 先找个地方休整一下 明天便去探塔测试会 先弄个等级徽章 然后再考虑接下来的考核的事情 夜仲笑了笑 对于萧炎的实力 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不过他唯一担心的 便是此次其余的四大家族 派出来的年轻一辈 会比以往更强 毕竟如今也是临近单会 能够前往前来的年轻一辈 自然不会是拥手 话落夜仲身形一转 对着那赤红广场之外 飞躲而去 即后萧炎小一仙等人 紧随而上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仓穷》 第1129章 第1129章 星空夜狱 萧炎一行人 跟随着夜仲 在圣端城外狱 转有了半个小时左右 终于是在 靠近南边的一处 地狱降落而下 在萧炎等人降落的地方 有着一处 比较宽敞的院落 只不过这院落看起来 明显颇为的破败 看起来如同 多年未曾沾染人气一般 而在这院落的正前方 有着一块这木边 只上隐隐有着两个 依稀可变的字体 夜院 这是我夜家 当年的一处产业 不过后来随着夜家的落败 这里也是无人在打理了 不过用来暂时歇下脚 还是不错的 望着这处院落 夜中偏过头 对着萧炎异性人说道 对于住所 萧炎等人自然是没有什么要求 虽然这夜院看上去 有些旧败 但也盛在寂静 虽然周围依旧有着不少的人流 但与其他地方比起来 的确是当得起必经二字 没问题便好 今天天色也不早了 打街啊便先休息吧 明天还有正事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夜色也是徐徐的从天际清磋而下 将整片圣丹城都是包裹在了迷离的夜色之中 夜院的一处小院之中 消炎覆手而立 抬头望着天空上那璀璨的星辰 许久后 眉头也是缓缓地皱起 自从进入了这圣丹城 我依旧是未曾感觉到 半点与那三千燕烟火有关的波动 想必应该是丹塔的强者 封锁或者隐藏了起来 沉吟了片刻 消炎的目光转向 圣丹城内域的那片朦胧天空 三千燕烟火成形于星空之上 若是诞生的话 也应该是在遥远的九天之上 如果消炎所料不差的话 那三千燕烟火 应该就是在圣丹城内域的星空之中 唉 丹塔的手段还真是严密啊 看来只能走正途了 消炎心中轻叹了一声 甘欲转身回房 耳朵切实一动 偏头望着院落的门口处 那里一袭白色衣裙的小依仙 正翘然而立 天空上的月光清洒而下 照射在其身体上 宛如银沙一般 更是平天几分动人的妩媚 怎么还没休息吗 见到小依仙 消炎也是一阵 玄机微笑着问道 薛儿在离开之前 可是嘱咐我要好生保护你 你未曾休息 我怎能罢工啊 小依仙奄然笑道 听得小依仙的俏皮话语 消炎也是忍不住的一笑 在解决了恶难毒体之后 她无疑是变得开朗了许多 你的恶难毒体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消炎望着 那连部踩着月光 栩栩而来的小依仙 关心地问道 应该没问题吧 如今在我体内 有着一枚拇指大小的毒丹 我体内所有的恶难毒气 都是被压缩在其中 而且如今的我 也是能够彻底地控制它 小依仙沉咽了一下 回答道 那便好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一步了 治愈以后该如何走 也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不过恶难毒体 可不是寻常体质 而且以前也从未出现过 将恶难毒体 彻底控制的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 在修炼出单独之后 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消炎点了点头 说道 小依仙微微一笑 眼波流转 却是突然问道 你跟薰儿 说过彩琳的事吗 文言 消炎顿时已冷 宣迹有些尴尬 哭笑着摇摇头 彩琳的事情 原本当初只是一场充满着 春意的邂逅 但在那之后 随着逐渐的接触与了解 对于那冷傲动人的 美杜莎女王 消炎不得不承认 对她开始出现了一些 复杂的情感 特别是彩琳那 疑似怀孕的事情 离开加马帝国 也算是有着好几年的时间了 如果彩琳真是怀孕的话 那么按照蛇人族的怀孕规律 现在恐怕那小消炎 已经出事了都说不定了 一想到这里 消炎心中便是有种 极度复杂的情绪 似欢喜 似苦恼 种种情绪汇聚在一起 犹如打翻了五味瓶斑 让人尝不出酸甜苦辣 唉 传道桥头自然指 等下次见到熏儿时 我将会把这些事情告诉他 甩了甩头 消炎平复下心情 叹了一口气 说道 有些事啊 自然是不能一直瞒着 在这窦期大路上 男人三七四歉 也并非是什么稀罕之事 想必熏儿也并不会 有什么意见的 见到消炎纠结 小一仙也是出声安慰到 对于小一仙的安慰 消炎也只能苦笑着 点了点头 熏儿可不是寻常的女孩 她在古族之内 定然拥有着别人 难以想象的地位 不然不可能身旁 随时有着两名 斗尊强者守护 而到时候 即便是熏儿答应 恐怕那古族 都是会因此为借口 而出面阻拦 乔得消炎并不想 在这上面做过多交谈 小一仙也是将话题 转移了开去 两人坐在房间之前的石梯上 仰头望着那无尽的夜空 好多年 都没有在一起看夜色了 不过还是当年 在小山谷中的夜色 更加漂亮 在低声细语地聊了许久之后 小一仙郊区 轻轻地依靠着 一旁的石墩 眼眸却是缓缓闭上 轻轻的呢喃声悄然传出 她居然是在这里 熟睡了过去 硝烟微正 偏头望着那张俏眉 并且充满着 温婉气质的脸颊 当年的他们 都是在为了各自的目标 而奋斗 但如今 他们所达到的高度 却是那个时候 想都不敢想的 等以后 回到加玛帝国了 我再陪你 去那里看夜色 四世听见了 萧妍的轻声 小一仙那俏眉脸颊 也是缓缓地 变得越发柔和 从那界中 取出一件宽大的衣袍 轻轻地照在 小一仙郊区上 而萧妍也是缓缓起身 行出两步 抬起头 望着那璀璨的 满天夜空 随着入神的凝视 她突然发现 似乎这圣丹城的夜空 比起其他地方的夜空 要显得更加的充满灵性 眉头微微一皱 萧妍双手赋于身后 静静地站立在 这无尽的夜空苍穹之下 这一站 便是站了将近两个小时 而在这两个小时中 萧妍的身躯 犹如雕塑一般的 纹丝不动 而其双眼 则是直直地盯着天空上 那些闪烁的星辰 这般姿势 在时间刚刚达到三个小时的界限时 萧妍嘴角突然泛起了一抹细微的糊涂 旋即眼眸须须壁上 在萧妍双眼壁上的那一煞 磅礴灵魂力量 犹如潮水一般的 自其眉心处 扩散而出 然后 对着那璀璨的夜空 蔓延而去 灵魂力量 如水波一般的 在天际扩散开来 这种充满灵性的异样感觉 也是伴随着灵魂力量的扩散 犹如一种神奇的烙印般 悄然地在萧妍那扩散的灵魂力量上 映上了一点 模糊的印记 闭目之中的萧妍并未发现 此时此刻 他那保持着纹丝不动的身体 居然开始逐渐地释放着一种 微弱的荧光 这种荧光极为的神奇 使用肉眼并看不见 而是必须使用灵魂力量 方才能够窥测到 硝烟周身的那些 有些枯黄的草叶 在这种微弱的荧光照射下 枯黄居然是逐渐退去 嫩牙悄然而生 看上去灵气盎然 对于身体周遭的变化 此刻的硝烟自然是无法猜测 伴随着灵魂力量的越发扩散 那种模糊的印记 也是越来越多 而在这众多的烙印之下 硝烟的灵魂 却是如同淋浴在 温暖的阳光之下一般 感受到了一种 异常浓郁的舒畅之感 灵魂力量的蔓延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也不知道突然间闯进了哪里 猛的一阵 带着硝烟回过神来时 却是发现在那灵魂视觉中 一条看上去 几乎看不见尽头的巨龙 正蜿蜒盘踞 巨龙双筒紧闭 其身体之上 缠绕着一种紫黑色的诡异火焰 在硝烟灵魂力量 见到那紫黑火焰时 心头顿时 奋起一阵熟悉之感 旋即一道滴滴的深吟声 从灵魂之中响起 三千燕炎火 何人敢亏是 单成星语 就在硝烟心中 那道深吟之声响起时 一道立鹤之声 却是猛的在硝烟灵魂深处响起 就在硝烟心中 那深吟之声响起时 一道立鹤之声 却是猛的在硝烟灵魂深处响起 突如其来的立鹤声 直接是将硝烟扩散的灵魂 声声的炸裂散开 突兀地消散在 这片灰蒙蒙的 诡异星空之内 而随着其灵魂的散开 一种淡淡的灵性 也是奄奄的 有所残留 咦 居然是 灵静灵魂 似是感应到 那残余的灵魂灵气 虚无空间中 奄奄有着一道 细微的诡异之声响起 在远离此处的圣丹城外遇 夜怨怨裸之中 双眼紧闭的硝烟猛地睁开 脚步瞪瞪地退后了两步 脸色有些苍白地 突然转向圣丹城深处 先前他感应到的三千燕烟火 定然便是在那一个方向 丹城星域 那里便是封印着 三千燕烟火的所在处吗 遇之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穹》 第1130章 第1130章 《分塔》 萧岩的目光 紧紧地锁定着 圣丹城内域的那片虚空 许久之后 方才缓缓地收回目光 手掌揉了揉额头 因为先前那恐怖的鹤声 此刻萧岩的脑海之中 也是略为有些 眩晕的感觉 不愧是丹塔 居然有着如此恐怖的强者 轻叹了一口气 萧岩苦笑一声 先前那道鹤声的主人 连身影都是未曾献出来 便是一语将至灵魂震碎 这等能力 恐怕至少也是要 需要一些八品烂药师 方才能够办到 逐渐地收回心神 萧岩目光一扫 玄机确实呆愣了下来 因为此刻的院落 正满意着一种清新之气 绿油油的嫩草 从土地之中钻出 将原本枯黄的地面 渲染得生机勃勃 这是 萧岩每套微皱 他分明地记得 在白天这里 还是一副杂草丛生的 旧败模样 可为何现在 居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难道是因为 先前的缘故吗 心中念头微转 萧岩突然若有所思 先前受到 这片星空的牵眼 他似乎隐隐间 进入了一种玄妙状态 想到此处 萧岩双眼微闭 片刻后突然睁开 眼中有着些许 难以掩饰的震惊 以及欣喜之色 灵魂之内充斥的灵气 似乎比起以前浓郁了不少 对于这所谓的灵境 萧岩是极为的陌生 并不知道如何 才能够增强 灵魂之内的灵气 因此这东西 只能靠着 偶尔进入的一些 奇异状态来获取 但这种状态 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除了上次炼丹 练得疯狂的时候 出现过一次之后 便是只有今天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灵魂之内的灵气增长 对于萧岩来说 总算是一件好事 按照这种速度 若是再进入几次的话 恐怕还真是能够进入 那所谓的灵境 那样的话 这一届的单会 也算是有了很大的把握 感受着那灵魂之内 充斥着灵气而来的 那种舒畅之感 萧岩缓缓地伸了一个懒腰 颇有些人心不足 蛇吞象地想到 在萧岩为自己灵魂之内的灵气增长 而欣喜时 那远在圣滩城内域的 中心的一束虚无空间中 却是有着许多信息流传而开 然后交织 先前有人窥探星域 不过索性未曾将三千燕岩火惊醒 不然的话又是一番麻烦 虚无之中 有着一道苍老声音响起 可探测到是何人了吗 没有 不过此人灵魂力量倒是不错 按照我的猜测 恐怕是踏入了 灵魂灵境的八品炼药师 难道是魂殿的人吗 对于三千燕岩火 他们也是有着极大的兴趣 根据一些情报 自自的单会 魂殿也会派出人前来 如果让他们取得 前十的名额的话 怕会定然对三千燕岩火出手 一道滴滴的疑惑之声 也是悄然响起 不知道 我虽然将那窥探之人的灵魂震碎 但这只是一缕分魂 其本身应该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 加强一些戒备吧 三千燕岩火吸收星辰之光 会越来越强 我们不可能一直将他封印 但他对我们却是怨念颇大 一旦破开封印 恐怕整个圣丹城 都将会被他给吞噬了 所以 若是有人能够将他收服的话 那倒是最好 当然这收服之人 却又绝对不能是类似魂殿之人 大陆上不少炼友师的灵魂 都是漏入了他们手中 魂殿那家伙 究竟想干什么 捉捕了这么多灵魂体 唉 我感觉到 有些不安啊 随着此人的话落 这片空间也是陷入了一阵寂静 据说连药尘都是落进了魂殿的手中 寂静持续了半场 一道低沉而苍老的声音 方才栩栩响起 药尘吗 真是遥远的名字啊 唉 本来当年这丹塔的三大巨头之位 也该有他一席的 不过他却治不在此 魂殿这些家伙 也太过分了呀 前段时间丹玉的那场大战 想必你们也应该听说过 据说其中的一个人 是耀尘的弟子 呵呵呵 耀尘的弟子嘛 我倒是很想见见 能够被那个眼光 极其挑剔的老家伙 选为弟子 想必应该 也是有着不少过人之处吧 但就是不知道 与曹家丹家这两位比起来 将会如何 那两位皆是妖孽级别的 按照这种势头 百年之后 他们很有资格 成为下一届的丹塔巨头 唉 算了 不用管其他的 丹会开始在即 还是先将他举办好吧 至于魂殿 他们虽强 但也不至于 只手折天 若是真有什么惊天阴谋 古族 以及一些隐士的远古势力 也不会任由他们胡来的 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 便是不要让三千叶炎火 落在魂殿手中便可 先算了吧 这段时间呢 也都多留个心眼吧 随着这话音的落下 这片属于丹塔巨头之间的谈话 也是徐徐的 在这片虚无空间下 落下帷幕 第二天 当小一仙 从熟睡状态之中 清醒过来时 却见到那满园的春色 当下便是一愣 一旁盘坐在一处 宽大十吨上修炼的消炎 也是在此刻睁开了双眼 望着小一仙 笑了笑 说道 醒了 小一仙微微一笑 站起身来 身体之上的黑袍便是滑落而下 见状他身体微顿 蹲下来捡起黑袍 玉手轻抚黑袍 灰紫色的双眸中 夺过些许温柔之色 萧炎先生可曾醒了 一道苍老声音从院外响起 旋即夜中身影出现在院门口处 望着里面的二人不由得一笑 萧炎从石墩上跃下 笑着问道 要动身了吗 叶正点了点头 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丹塔的测试点 先弄一枚认证的等级徽章 小一仙你们留在这里便好 这次便是不用跟来 闻言 小一仙迟疑了一下 望向萧炎 后者对着他微微点了点头 他这才轻声道 那你们小心一些 出了夜院 萧炎又是跟着夜中 转悠了将近十几分钟后 终于是在圣丹城外遇的一座 古朴的石塔之外停下 此刻的石塔外 无数的言语师正不断的来来往往 喧闹的嘈杂之声 化为道道声浪 扩散开来 这里便是丹塔设立的分塔 与一些帝国的炼咬师分会相差不多 夜中领着萧炎顺着人流 进入了这座颇为古朴的石塔 低声为此介绍道 行入石塔 消炎目光四处扫了扫 这里的面积出乎意料的宽敞 丝毫不比加玛帝国的炼咬师工会 总不小 此刻的这塔内 有着不少身着代表着各种等级炼咬师袍服的 炼咬师穿梭其中 塔内北处是交易区 很多炼咬师都会在这里 交易各自所需要的药材 或者丹药等等 在一一的介绍完毕之后 夜中又是指向石塔的北面方向 不过这里一般不会有太好的东西 等两天 圣丹城会有着一个特殊的拍卖会 这个拍卖会是属于炼咬师之间的交易 只有拥有了丹塔认证的炼咬师 风才有资格参与 或许我们可以去一趟 那里经常会出现不少稀罕的东西 文言 消炎倒是眉头一挑 完全属于炼咬师之间的交易的拍卖会 这倒是挺罕见的 不过对于这个 他倒是的确有一些兴趣 而且即便是遇不见自己需要的东西 也能开开眼界 呵呵 先跟我来吧 南边这儿才是等级认证的地方 夜中笑了笑 转身对着丹塔内的南方区域行去 消炎也是迅速跟了上来 当消炎二人来到那考核的区域处 已经有着一条长长的队伍 见状 夜中眉头微皱 对着消炎说道 你先在这里等等吧 我去打通下关系 这样等下去 恐怕今天都是完不成考核 消炎点了点头 目送着夜中远去的背影 脚步习惯性的后退了一下 玄机后背便是感觉撞上了一道柔软的身体 只听啊的一声 轻轻的惊呼声在消炎身后响起 而后者也是连忙回头 见到那被他撞得一屁股对着地上坐下的少女 手掌闪电般的探出 一把对击抓了过去 不要 少女见到消炎居然对着他抓了过来 顿时急忙到 不过他的声音晚了一点 消炎的手掌已经快若闪电般的抓在了其手臂上 还不带得他用力 脸色却是突然变得惊骇了起来 因为他发现盘旋在眉心处的灵魂力量 居然有种喷本而出 然后涌入少女体内的迹象 牙齿狠狠的一咬舌尖 消炎手掌触电般的松了开来 然后有些惊记的连退两步 目光震惊地望着面前那小脸苍白的少女 在这少女的胸前有着一枚徽章 徽章上 徽着一枚圆形的图纹 宛如丹药一般 她是丹家的人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穹》第1131章 第1131章 测试 少女似乎年龄并不大 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模样 胶躯玲珑 一张秀美的脸颊显得格外的苍白 看上去隐隐有种病态的模样 当然吸引消炎目光的 可并非是少女的容貌 而是其胸前的那枚原型徽章 这枚徽章 再来到了圣丹城之时 她便是从那神秘的雪白车臼上见过 因此她明白 这徽章正是那丹羽五大家族之一的丹家的徽章 你 你没事吧 少女从地上撑起身来 确确地看了消炎一眼 低声问道 听得少女的声音 消炎的心神 方才从那丹家的徽章上转移而开 目光惊悸地望着面前的少女 先前那般惊恐的一幕 令得她现在的心脏都是不住地跳动 在刚才 她分明地感觉到 这少女身体之内 爆发出了一种极为诡异的犀利 而少女的心脏 在这种犀利之下 连她体内的灵魂都是有种忍不住 被吸出来的恐怖迹象 揉了揉手掌 消炎不着痕迹地 微退了一步 这少女虽然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 但却透着一分诡异 而且她还是那最为低调的丹家之人 这就由不得消炎多加一个心眼了 哦 没事 是非奔离去 会如人流中消失不见 望着这一举一动 都是透着些许怪异的少女 消炎眉头也是忍不住地照了起来 眼眼间 他感觉到这少女似乎并不简单 消炎 跟我来 在消炎若有所思间 叶仲的声音却突然地在其耳边响起 旋即消炎连忙回过神来 望着那走到他身边 眉头微皱的叶仲 问道 可以去了吗 叶仲点了脸头 迟疑地一下 说道 我打通了一下关系 让你可以使用特殊测验室 但如今的那测验室之内 还有这一点其他人 我看或许要不明天来 望着叶仲那有些黯然的神色 消炎眉头一挑 说道 是其他家族的人吗 文言叶仲愣了愣 旋即苦笑着点了点头 叹道 唉 正好白家与邱家的人 也正在里面测试 以前这两个家族 一直被叶家压在下面 如今他们好不容易翻身上来 自然是小人得志 每次见面都会被他们 借此取笑 我这老脸倒是没什么 就怕他们对你说点什么难听的话 消炎笑了笑 拍了拍叶仲的肩膀 说道 来都来了 难道还空手而回不成 健壮叶仲迟疑了一下 只得点了点头 说道 好吧 到时候他们说什么 你就当作没听见就好 话落 叶仲便是转身 对着一处特殊通道行去 其后消炎紧碎而上 两人在周围依照到惊叉的目光中 顺利地从那特殊通道之内行进 在经过一段略微有些昏暗的通道后 明亮的灯光突然地在前方出现 消炎二人顺着灯光前行 旋即一间极为宽敞的房间出现在了二人视线之中 这间房间颇为宽敞 而且极为的有景 外居的喧哗之声没有半点传进来 此时房间之内 正有的将近十来人站于其中 而他们的目光 现在也正停留在消炎二人的身上 叶仲长老 没想到这一次又是你带人来参加考核 看来其他人也都知道 这差事比较丢脸呢 消炎两人刚刚醒进房间 还不再说什么话 一道尖酸刺耳的笑声便是传了进来 消炎脸色不变 目光顺着声音转移开去 却是见到一名身着灰色衣袍的老妇 正咧嘴满口黄牙 目露讥讽地望着他二人 在灰衣老妇的身后 站立着三名身着白衣的年轻人 两男一女 三人的脉象皆是不差 特别是那白衣女子 焦躯心肠 性感的身体凹凸有致 极为的具有诱惑之力 其身旁的两名男子 目光不断地汇聚在 那身体的一些部位之上 眼中有着火热与贪婪 白衣女子似乎看上去极为的冷傲 美眸扫向消炎与叶重时 眼中有着难以掩饰的不屑与嘲讽 如今的叶家 已经连五大家族的名头 都是保不住了 说起来倒还真是有些丢脸 这天造的老婆子是白家的人 对于老妇的讥讽声 叶重脸皮微微已抽 对着消炎第一声道 消炎微微点头 目光转向另外一边 那里同样有着三人站立 领先者是一名黄衣老者 在其身后则是一男一女 这两人男的英俊 女的秀丽 看上去倒是显得格外的男才女貌 这三人虽然并未出言讽刺什么 但目光只是一扫 便是转移了开去 这种不懈的轻视 更加的令人愤怒 对于这三人 叶重虽然并未介绍 但消炎也是明白 他们应该便是那所谓的秋家之人了 叶家的人也到了吗 在房间内 还有着一名身着紫色炼药师 袍服的白发老者 在他见到叶重时 脸旁上的笑容 倒是要真诚了许多 显然与叶重有些交情 麻烦韩力长老了 叶重对着白发老者 拱了拱手 客气地说道 哎 你我二人 还客气什么 健壮被称为韩力的老者 确实叹了一口气 说道 好了 叶重 不要再啰嗦了 我可不想因为你们而耽误时间 这小子便是你叶家 此次派来的人吗 怎么连等级徽章都是没有 难道是从没在丹塔拿过不成 灰衣老妇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玄机看了消炎一眼 冷笑道 我还真没有在丹塔拿过一次徽章 我这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对于灰衣老妇的积逢冷笑 消炎却是极为老实地说道 哼 果然 闻言 灰衣老妇嘴角泛起一抹刻薄笑容 其身旁的那名冷艳白衣女子 也是略微有些不屑地看了消炎一眼 声音平淡地说道 这特殊实验室 除非是考核无品以上的等级徽章 方才有资格进入 这一点 叶重长老难道不知道吗 管好自己 白家的人如今教养也真是越来越差了 叶重面色一沉 终于是冷喝道 听得叶重的冷喝 白衣女子脸颊也是微变 玄机冷横了一声 嘿嘿 几年未见 叶重你倒是脾气越来越大了 不过若是这一次的考核 你叶家进不了天三的话 恐怕就得自动地撤去五大家族之一的名头了 灰老妇滋笑道 好了 这里是圣丹城 可不是你们自家的领地 若是有意见的话 便去其他地方测试 那名白发老者 此刻眉头也是一皱 沉声道 见到白发老者开口 房间中方才安静了许多 按照先来后道 邱家 你们先测试吧 白发老者目光 转向那一直都是为参加对话的邱家三人 淡淡地说道 文言那名邱家老者身后的一男一女 迅速上前 对着白发老者恭敬地抱了抱拳 你二人准备考核什么等级的徽章 白发老者目光一扫 随意地问道 六品终极 听得此话 那白发老者眉头一挑 有些诧异地看了两人一眼 这般年纪便是能够考核六品终极 已经算数是相当不错了 看来邱家这些年也算是有些人才 你二人先暂时等等 一会儿进入悬门 里面自会有人给你们测试 白发老者指着身后的四扇大门 靠左的第二扇 说道 这两名迈向不差的一男一女 皆是点了点头 退后一步 目光对视一眼 有着些许得意 白发老者的那分诧异 令得他们相当的满意 白家呢 想要考核什么级别 见到白发老者将目光转过来 灰衣老妇身后的两名男子 率先站出来 狼声说道 六品终极 这两人声音不小 也是直接令得先前那邱家一男一女的脸色微变 旋即鼻中传出滴滴的哼声 在接着这两人之后 那名冷艳的白衣女子也是缓不上前 说着六品高级四个字 闻言那邱家的那位老者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而那灰衣老妇则是一脸的得意笑容 不错 白发老者缓缓地点了点头 这白家人才济济呀 比起叶家 想到此处 白发老者心中叹了一口气 目光转向叶仲 说道 叶仲该你们了 他的话一路 房间之内的目光 瞬间全部汇聚在了硝烟身上 这些目光中 皆是勤者淡淡的不屑 叶家这些年丢的脸 可不算少了 在那众多目光中 硝烟缓不上前 看了白发老者一眼 说道 这里最高的测试等级 有限制吗 闻言白发老者一正 其他人更是绩效出声 闻言白发老者说道 七品中级 便是我这里测试的极限 因为老夫都只是 七品低级 你想要测试什么等级 硝烟缓缓地点了点头 随意地说道 那我便测试七品中级吧 此话落下 房间内的绩效声 顿时嘎然而止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苍穹》第1132章